电影爱瞎看,陪你砍大山 欢迎来到瞎间看,我是老二 做人以有心待他人者,他人必有心待之 以无心待他人者,他人必无心待之 人这一生皆是因果 一切的一切都在轮回之中 老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依然是一部童年阴影 生人物尽之温米 傍晚时分,房屋鼠之园带着一对夫妻看房 夫妻俩左看右看,挑出了诸多问题 虽然房子陈旧不已,但好在能够居住 就在两人仔细查看时,职员却不断看向手表 焦急的催促两人回到办公室相探 突然,原本明亮的光线瞬间变暗 职员冷汗直落,呆立当场 下一刻,他不顾夫妻二人转身就走 可是已经晚了 此时的房间不再是破败的模样 而是装修一心的温馨家庭 一旁的沙发上一个孩子吃着雪糕 卧室中一个女人打着电话走了出来 此时的职员和夫妻二人已经瞎瘫了腿 可女人却仿佛看不到三人一样 依然打着电话 通话中他埋怨着丈夫为何不回家 可电话那头的老公却说有人要放火烧他全家 让女人带上孩子快跑 女人听怕抱起孩子就跑 可那大门已经被铁链锁死 下一刻大量汽油泼入一个火把随之掉落 火势很快遍布房间引爆了那厨房中的液化器官 女人和孩子无助的呼喊瞬间吞没在火海之中 职员置身其中恐怖不已 可此时的房间已经恢复正常了 三人急忙逃出升天 而这房间的门牌号尾六四三 阿乐是一名交警 他在执勤路段留意到女孩周周 想了许久终于在今天鼓足勇气搭讪 可他的方法却是查身份证 结果很是尴尬 不过他没有放弃 在周周练考驾照的路上不断执法开路 为心仪的女孩保驾护航 练车过后周周来到司徒姑家中做义工 而这司徒姑是那神秘的问米坡 所谓问米也称为戴亡魂 有些地方又叫过阴 起源于道家法术 就是将离世亲朋好友的三魂七魄 招引入阳间的生人之身 通过神婆的灵身结合 告知或预言前世今生过去未来 种种人世臣服 以米为粮 沟通阴阳 用米作为媒介 请阳间亡魂附到自己身上 施展此术的一般都为女性 就是问米婆 施术时需先请神下来 而后自身会进入恍惚状态 使自身的灵魂进入冥界查询 查到亡魂之后即带回附体 使亡魂借术者之肉身临时欢养 与其亲友交流信息 然后再退身 由术者将亡魂送回冥界 各地问米的风俗也多有不同 老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小段问米过程 以竹筒成米 新鲜早稻为家 取白布以水废之 在阴暗处风干 离开前务必静身静心 将白布盖于筒上 以双手环护 坐于桌前静心闭眼 心中默念欲请之鬼 生前称呼 不可呼其性命 米筒发凉后即可 问米也有其他用法 就是有名的小儿收精武法之一 被大米小米或五色米一碗 当年先鸡蛋一个 在鸡蛋上用配有朱砂的墨汁 化好人的五官 然后置于米碗中间 由法师或巫医持咒施法后 取出鸡蛋 在受惊吓的小儿身上 由头滚到脚 再从脚滚到头后 打破鸡蛋 用热糖水化汁 饮用即可 此时的司徒姑正在帮一个女人问米 她想渐渐离开自己的老公 仪式很顺利 女人心满意足 此时的周周也来到屋中 可她却笑着说司徒姑的演技越来越精湛 原来她一直都不信问米之术 只以为是老人装神弄鬼 周周经常来老人家打扫卫生 陪老人聊天 所以两人关系很好 老人甚至还想过将衣钵传给周周 因为她是阴历7月14子时出生的人 很容易见到灵神朋友 不过女孩不信这些 老人只得作罢 脱地间对面楼上一个孩子笑着和周周打招呼 周周同样笑着回应 一旁的司徒姑却说那孩子根本不是人 而是两年前和自己妈妈被人锁在屋中葬身火海的亡魂 虽然司徒姑说了这么多 可周周依然不相信这些 打扫之后 周周正准备离开 恰巧碰上两名黑衣男子前来问米 交流过后 是老人相熟之人 放心下来的周周也转身回家了 周周和外公 舅父舅母一起生活 舅父在家中开了爹打医馆 舅母则是办了一家美容院 一家人也是其乐融融 夜晚熟睡中的周周 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梦到自己醒来在楼道间 而一旁蹲着一个哭泣的小女孩 他关心走上前去询问小女孩怎么了 可当小女孩抬起头来 那脸庞之上竟然蹊跷流血 吓得周周惊醒过来 听到呼喊的外公走进门来 关心的询问孙女怎么了 因为他最近总是听到周周在梦中哭泣 无奈女孩只是低头不语 一日清晨 周周来到学校上课 正是他最喜欢的林博士心理学 这堂课的内容正是和人类欠意识相关的精神科内容 而今天也请来了一位临床自愿者 正是那房屋署的职员 自从上次事件后 他噩梦不断备受侵扰 林博士拿起怀表催眠 职员很快进入了状态 随后说出了自己噩梦的原因 正是那间六四三房随着那场纵火案的叙述 职员惊恐的呼喊起来 而一旁的周周听到后仔细回响 正是司徒姑说的对面那家网 他急忙起身询问 可当职员听到递之后 惊恐的睁开双眼 而后被吓得口吐白沫昏死过去 正在众人手忙脚乱时 周周却突然接到司徒姑电话 他说自己快不行了 让女孩赶紧过去 挂断电话 周周急忙跑出门去 正翘碰上了巡逻的阿勒 没有犹豫 他坐上了阿勒的巡逻车 被心仪的女孩紧紧抱着 阿勒不禁加快油门 很快周周就来到了司徒姑家 老人并没有大事 笑着让女孩坐下再说 他算到自己的大线 在后天早上九点 这次叫女孩前来 就是想交代后事 同时他也很担心 容易招惹鹦雾的周周 所以他再次劝起了女孩 问米是可以积阴德的 而后他更是开谈做法 让女孩见识问米全过程 周周并没有想要见到的过世亲人 所以司徒姑只得自行尝试寻找 先上身的是一个男人 周周笑着说没有心意 男人直接请来了他的侄子 侄子上身后 直接跳着舞动起来 冲着周周就是一个鞭腿 那动作不正是华人之光 巨星李小龙吗 这一幕让周周有些动摇了 因为司徒姑是跛脚的 可此时的他竟然身轻如燕 还踢起了鞭腿 而后司徒姑浑身一抖 倒坐在地 哭着喊起了妈咪 那声音也变成了孩童模样 听到声音的周周再也控制不住 哭着抱起了司徒姑 不断问着你是谁 显然周周心中有所牵挂 法师之后 司徒姑已然明白了周周的心结 他再次开谈做法 这次他决定带着女孩直接来到阴界 很快两人来到了一个昏暗的城市 四周人影 传动面无表情 就在讲解时一男一女走上前来 原来正是阴界的勾魂使者 老人交代了周周将是自己的接班人 此时的周周躲在老人身后 显然这环境令他有着些许的害怕 扭头见他突然发现 那个哭泣的小女孩急忙追了上去 可小女孩很快就消失在了转角处 再次回头 一个女人正宁的脸庞出现在身后 身边还站着一个嬉笑的男孩 两人阴森的让周周带自己上去 受到惊吓的周周转身就跑 可无论他怎么用力都只是在原地打转 关键时刻 司徒姑闪身出现 一个手印打出将鬼母子逼退 周周也在大喊中清醒过来 看到如此凶险的情况 司徒姑决定不再让周周问命 这很容易让女孩身处险境 可此时的周周已经难以自拔 因为他见到了那个小女孩 那个见到就令他泪流满面的瘦小身影 可他和小女孩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当周周哭着跑出门外 那两名黑衣男子再次来到司徒姑家中 为首的男子直言道 他们两人是道上的混混 他也找过很多米婆 但是他只相信司徒姑 多次前来只是想见一见离世的老婆 司徒姑不愿帮他 因为他的老婆是被人所害 怨气极重 弄不好会害了为首的男子 无奈之下 男人再次无功而返 送走两人 司徒姑刚毅起身 竟看到对面那六四三房 赫然站着身穿红衣的厉鬼母子 他们竟然追上了阳间 司徒姑颤抖着起身 想要收服厉鬼 可下一刻他却晕倒在地 两名黑衣男子为首的是阿五 陪在身边的是心腹小弟阿伯 此时的阿五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 原来他正是六四三房的男主人 当年他被人追杀 仇家扬言要烧他全家 身中束刀的阿五正在往家赶 同时打电话告诉老婆逃命 可已经晚了 刚挂断电话了他再次被仇家追上 一番薄命厮杀 阿五终于杀出重围 可当他跑到家门口时 正碰上了液化器的大爆炸 他无助的晃动着紧锁的大门 痛哭着呼喊妻儿之名 多年以来 悔恨令他多次想了结自己 可仇家依然没有找到 所以他不能死 只能在苦痛中坚持寻找 来到厕所 阿五想要洗去悲痛 可当他转身之间 妻子的红衣鬼影 竟然就出现在了身后 他面目猙獰 脸上尽是火烧后的触目斑块 下一刻 他伸出双手 冲着阿五的脖子掐去 阿五也恰巧转过身来 那胸前佩戴的开光佛像 吓退了一会 夜晚阿勒安慰着痛哭的周周 女孩沉浸在失落中 无法自拔 正巧阿勒的上司 通过对讲机呼叫 责怪为何不按时交接班 这一切被身后的周周 听在耳中上前道了歉 也第一次对眼前的阿勒 有了好感 结束了工作 阿勒开车送周周回家 来到楼下 阿勒不想再隐藏 面对心仪女孩 倾慕之感汹涌而出 可听到表白的周周 只是淡然拒绝 转身离开了 两人没有注意到的是 那红衣女鬼母子 就站在街头 阴森的看着周周离去的身影 伴随着回家的周周 女鬼上了救护的身 操控着身体 将牙齿刷出了血 那儿子也同时上了救护的身 身在屋中的周周 不知道这一切 可女鬼的目的 显然不止于此 她恐怖的脸庞 正趴在窗户上 似盯着周周 仿佛有所感应 周周猛然回头 可那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低头重新工作 那女鬼恐怖的头颅 赫然出现在书本之间 吓得周周起身就走 女鬼也不再隐藏 现身而出 她要借周周的身体 报仇血恨 屋外的舅母 同时恢复了清醒 大喊着招老公 不料已经被鬼儿子上身的 舅父正在周周房间 舅母上去揪起耳朵 就走 可她怎么能想到 眼前的老公和外甥女 已经被鬼附了身 那女鬼一转身 就出现在舅母面前拦住去路 一脚踢翻了舅母 跌落间 舅母随手拿起祖宗的牌位 对着舅父咋去 阴差阳错间 逼出了俯身的小鬼 生气的女鬼一巴掌 身晕了舅母 宁笑着向外走去 一日清晨 周周在六四三房中醒来 转身查看 对面正是司徒姑 在向自己招手 细想之下 方才回忆起 这正是那纵火暗的房间 吓得周周转身就跑 来到司徒姑家 不料老人也是一副恐怖面孔 老人直言自己大陷将至 面容至此也是正常 直到这时 老人依然在担心周周 因为那红衣女鬼 已经彻底缠上了她 只要她运气不好 女鬼就会立刻出现 附身于她 如今唯一的办法 就是需要周周帮老人还养 从让老人亲自解决女鬼 随后老人拿出一封信 交给女孩 让她明天按照信上的内容来做 刚说完 老人就难受备置 她焦急的推着周周出去 然后死死锁上房门 做完这一切 老人已经无力行走 他挣扎着爬向桌上 准备好的掺除 用尽全力拿起 将她塞进了口中 而后就闭上了双眼 出来后的周周 接到了老师林博士的电话 博士看出了女孩 最近精神恍惚 直言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咨询自己 周周直言自己是鬼上身了 博士并不信这些 笑着拿出一本心理学著作 周周也直言 那些并不是迷信 而是真的 其中有一个正是自己的女儿 随后她也说出了 那个小女孩的身份 原来五年前 她和男朋友分手 分手之后 却发现有孕在身 她直接选择了堕胎 这也成为了她永远的痛 听到这些 博士更加生气 她坚持要看问米的结果 无奈之下 周周起谈做法 可是却招来了那红衣女鬼 那恐怖争鸣的脸庞 瞬间出现在了博士身边 下退了博士 女鬼借由周周的身体来到楼下 此时的阿乐正在这里等候 看到周周出来 立刻上前迎接 不料对方直接发动汽车 来到了一间酒吧 向内看去 正是阿妩所在的这间 女鬼操控着周周的身体 静止坐在了阿妩身边 一旁的阿乐毫不知情 还在劝不要和这种人说话 阿妩的手下看到 碍事的阿乐 瞬间围了上来 赶走了她 酒吧内只留下了阿妩两人 从进入酒吧 女孩那眼神就愤恨的盯着阿妩 阿妩也认出了眼前的女孩 正是在司徒姑家见过两次 但是她并不知道 操控这具身体的 正是她那厉鬼老婆 只见周周起身抱着阿妩 问她为何要找司徒姑 阿妩直言 自己想要问你 见到自己的老婆孩子 女鬼直接问道 你有脸面见他们吗 而后女鬼声音低沉的 问到阿妩 是否知道被生生困在 火海中的感受 说着拔出了阿妩腰间的手枪 此时女鬼不在意她 当那熟悉的声音出现 阿妩终于认出了妻子 她扶起手枪对准自己的额头 就在这时 周周的意识重新夺回了身体的控制圈 她迷茫的看着眼前的一切 可这清醒并没有持续很久 女鬼再次占据了她的身体 关键时刻阿妩脖肩的佛像 再次救了她 彻底清醒过来的周周看到 手枪吓了一跳 用力起身跑了出去 手下阿伯也赶了回来 说找到了汤年的仇家 阿妩等人立刻来到小巷中 冲着仇家跑了过去 追逐间阿伯拿起酒瓶砸向前方 受阻的仇家在拐角处被逮了个正着 可这打斗声引来了附近巡逻的阿勒 他急忙拔枪赶走了阿伯一伙人 因为周周接近阿妩 阿勒怀恨在心 所以想调查清楚打击这帮混混 审问过后他弄清了事情缘由 原来当年仇家只是放话报复阿妩 可是那把火却不是他放的 不过他却想起了一个关键线索 那就是在他准备前往阿妩家时 撞上了匆忙离去的阿伯 此时的周周已经回到家中 他请求家人用绳子绑紧自己 还叮嘱如果再次被鬼上身 就让外公拿着信去找司徒姑 说话间房间四周莫名震动起来 周周之言来不及了 下一刻他在脸旁变得忧郁无比 显然女鬼已经上身成功 他抬手打晕了几人 转身离开了 心灰意冷的阿妩回到旧时的家中 他亲手摘去了佛像 点燃了带来的纸钱 他轻声呼唤着妻子想要现身见面 下一刻紧锁的大门自动打开 周周的身影正站在屋内 阿妩祈求老婆不要伤害周周 自己愿意偿命 当年经常不回家 只是不想老婆孩子 看到自己被人砍伤的狼狈模样 可妻子的怨恨已然无法化解 只见他踢出一桶汽油 让阿妩焚烧自己 阿妩没有犹豫 抬手将汽油浇了满身 混乱间屋外竟出现了阿伯隐匿的深夜 就在这时阿乐只身感到缓缓说出了真相 当年纵火之人不是仇家 就是眼前的阿伯 阿伯失口否认 可下一刻阿乐就说出了最有利的证据 纵火案当天原本应该在深圳的阿伯 却出现在了附近 他的汽车还被贴了法弹 听到这些的女鬼异常愤怒起来 转身质问起了阿伯 一段更深的隐秘也随之而出 当年阿妩在外拼搏 每个月都让阿伯送钱回家 不料这小弟却和自己老婆发生奸情 最后他害怕事情暴露 正巧仇家扬言要放火收家 阿伯苟急跳墙 亲自动手点燃了火把 听到真相的女鬼大发雷霆 瞬间将三人震飞 趁此空荡 阿伯转身逃出门外 可红衣女鬼那恐怖的身影 正在前方等候 他一步步逼向恐惧的阿伯 放声狂笑着质问 阿伯发狠偷出看到对着空气胡乱吹动 突然他仿佛被人掐住脖子一般 无法呼吸 最后倒在了铁门之前 而那铁门同时应声关闭 生生假断了他的脖子 另一边外公拿着信找到了司徒姑家 他用力撞开房门 看到了地上的司徒姑 他急忙按照纸上内容 随后按照方法成功让司徒姑还阳 这边的阿伯和阿乐带着清醒过来的周周奔走逃命 可怎么也走不出这六层的楼道 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看到无处可逃 阿伯大喊 让妻子放过两人 自己留下场命 呼喊间那砍刀瞬间落下 砍上了阿伯的肩膀 此时的红衣女鬼上了已经挂掉的阿伯之身 可她已经失去理智 扬言要干掉几人 三人再次奔跑起来 那女鬼只是音效的看着 仿佛是在愚弄眼前的三人 说话间砍刀鬼魅般凭空落下 三人纷纷受伤 女鬼也不再隐藏 现出真神抓住了周周的脖子 千军一发之际 外公背着司徒姑赶到了 司徒姑临危不乱 张嘴咬破右手指 在左手掌心画下佛咒 抬手都大抬出去 女鬼受到攻击 苦苦挣扎 却还不肯放手 终于女鬼抵抗不住 消失在楼道间 周周终于脱困 摔落在地 可众人却怎么也喊不醒她 昏迷中的周周来到了未知空间 迷雾之中 她终于再次看到了自己失去的女儿 这一次 她终于陪在了女儿身边 一起欢笑 一起荡秋千 怀抱着女儿 说着母亲的甜言蜜语 突然身后空中明光亮起 女儿起身让周周带自己回家 周周听后立刻起身 拉起女儿就走 就在靠近亮光之时 司徒姑的身影在背后响起 她大喊不让周周走进去 因为那是通往地府的光束 听到这些 周周抱紧了女儿 随后坚定的说 要和女儿永远在一起 说完这些 拉着女儿缓缓走向了光柱 画面一转 周周在家中的床上醒来 屋外是婴儿吵闹的声音 她起身缓缓开门走出 正是旧父旧母和外公阿乐的身影 此时的几人围在哭闹的婴儿床前 周周快步走出 微笑着抱起孩子 哭声瞬间停止 一旁的阿乐却哭了起来 她感动上天留下周周 经过上次的劫难 好好活了下来 两人也顺利结婚 生下了可爱的女儿 一家人终是团圆在一起了 全片完 依然是童年阴影系列 让老二记忆犹新的场景 就是女鬼头部出现在门上窗户的场景 到现在想起来都不仅抖上一抖 不过最后的一家团聚很是感人 老二想到的是片中女主的善良 最终让天都不愿提前收了她 正所谓天道有常 地道不欺 人道不爽 为天欺地 骗人者 必为天地人所不容 但行好事 莫问贤城 君不见恶者 岂能累世 善者 一生平安 我是老二 咱们下期见